准备好了 好 盈盈 麻烦你在主镜头 不如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 大家好 我是许盈盈 然后在这个行业 不知不觉做了差不多十年了 你平时在工作上 你怎样展现承讯这一件事 就是大家刚刚开始 就是从朋友 陌生人 然后到一路来一路来 然后到朋友 然后到客户 然后这个过程 也是有时候会比较艰难的 然后大家就是互相磨合 互相接触 互相交流 然后就是觉得这个人还是靠谱的 就是这个诚信就是这样 引起来的 那你有没有一个很具体的例子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怎样透过诚信 去夺取客户的信任 发生的个案是很多的 但是有个很重要的例子 就是这个客人呢 他是我的一个同学 然后呢 他是 也是给我买保险的 以前是不是很好 在做保险这个行业呢 然后呢 他就给我买 然后就是 就是很遗憾的是 他得了肺治疗 半年 半年就得了肺治疗 然后他这一路我就一路去陪伴他 就是医院啊 养合啊 就是进入医院的时候 就是一路一路的再陪伴他 一路一路的在支持他 这样子带他去看医生 这个也是我一个很好的例子 然后他就发觉我 就是这个社后服务 或者真诚打动了他 然后他就转介绍 给我介绍了好几十个客人 这个诚信也是这样子来的 这个案子也是我一生中 很重要一个贵人 也是从他而来 我想问一下你 作为一个成功的重点 跟你说 建立和维持效果的信任 你觉得关键元素是什么 关键元素 我想一下 这个关键元素也是 从我自身本能的 每天都是很正能量的一个人 然后就是 会去正能量的一方面 去给朋友看 不会很负面的 因为我这个人也是非常正能量的 每天跑步 跑完步就去公司上班 然后上班就是 人家可能是看到我这些 比较正能量的 就觉得我是一个很优秀的 一个从业人员 新一年里面 你有什么目标或计划 挑战不一样的人 不一样的客人 就是越来越有难度 我就越喜欢去尝试 那希望帮到 因为我也是想帮到人 对不对 就是想帮到更需要的 客人 朋友 这样子 好 好 叶莹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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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好意思 您是讲的不好